货币政策只能三选二 要是你会怎么选呢 最近有很多朋友们问我有关澳元和人民币走势的问题 很多华人朋友们也是非常关心 由于我们每年可能要不就是换澳元 要不就是换人民币 所以有这个刚性的需求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各国在选择货币政策时 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和他们需要平衡的关键点 首先我还是重复一下 我个人以来长期来跟大家说的影响澳元三大因素 依然是铁矿石的价格 中国经济的表现和美元的政策 那么前两者其实又是息息相关的 因此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经济表现和澳元的关系 应该说是非常直接和紧密的 即使澳洲在过去的十年时间 甚至于二十年时间 想极力的减少对于铁矿石的影响 但是至今为止的话 澳洲整体在其经济的占比上 铁矿石依然是占据了非常大的比重 还没有其他产品可以取代铁矿石 在澳洲的出口总量上的比重 所以到目前为止 铁矿石依然会严重影响着澳元的走势 那么从下方这个图上 我们可以看出铁矿石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面 从大约最高时候的900人民币每吨下跌到在过去几个月 接近650人民币一吨 虽然现在又回到了750 但距离今年年初时最高的900 依然有大约10%的下跨 这也恰好是等于澳元下跌的幅度 这也是直接导致呢 澳元在今年年初到现在的一个大趋势的向下 但是相对于铁矿石期货的下跌 中国的经济数据 以及中国央行为了振兴经济 而实施的降息政策 才是引起在过去几个月 人民币汇率出现巨大震动的主要原因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在问 那个未来人民币也好 澳元也好 它的走势到底会如何呢 除了我刚才说到的影响澳元走势的三大因素之外 今天我就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在西方的金融课本中 经常说到的影响货币政策的一个叫做三元伯论 那所谓叫三元伯论呢 又称为三难选择 或者呢叫做不可能的三角形 英文里面是叫做呢 Impossible Trinity 按照国际金融学的理论呢 这就是一个国家在制定其货币政策的时候 不可能同时完成下面三个目标 哪三个呢 一就是允许资本的自由跨境流动 第二个目标呢 是希望它的汇率和美元 或者和其他汇率基本保持不变 或者是固定 第三个目标则是 有的国家希望保持自己独立的货币政策 那么根据这个理论 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选择三个目标中的两个来制定其货币政策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中国香港地区 它的财政司在选择港币的政策时候 他们最核心的目的呢 就是第一要保证香港作为自由港 就是资本的自由流动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他们希望港币和美元的汇率能够基本保持稳定 所以在达到了这两个目的的时候呢 就不得不放弃另外一个目的 也如此一来的话呢 那很大程度上呢 港币就不得不追随着美元的货币政策 也就没有办法达到一个独立的货币政策 那我们再比如说像澳洲啊 日本啊 或者英国这些传统的西方国家 他们在三选二的选择题中呢 选择的是资本的自由流动 加上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 比如说美国在过去一年多加息是 举例是十次 他们有可能选择加八次六次五次 甚至于我可以选择不加息 比如说日本 但是如此一来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能够保持其货币和美元的固定汇率 或者说基本稳定汇率 因为国际资本呢 是会因为美元给的利息多 而从这些国家中换货币换成美金 去存在美国 所以在过去一年我们不难看到呢 不论是澳元英镑还是日元 兑换美元的汇率都超过了10%以上的变化 那么还有一类国家或者地区选择的呢 则是另外两个目标 分别是稳定的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 比如说像马来西亚 比如说像台湾地区 他们的货币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面 美元虽然是不断的加息 但是呢 他们相对于和美元保持了稳定的汇率 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 那么另外呢 这些国家和地区也没有和美元保持一样的加息幅度 而选择呢 他们自己的加息政策和事件 但是代价就是他们必须限制资本的流动 我们知道由于资本是逐利的 会被美元的高息所吸引 所以这些国家和地区为了保持汇率相对稳定 就必须要限制住部分的资本外流 同时呢 也会限制那些投机资本的进入 所以根据这个三元定律 任何国家在制定其货币政策的时候 都会选择其中两个目标 而不得不放弃剩下的一个目标 那么同样的情况 其实也是适用于限的中国和人民币 我们知道由于美国在过去一直在加息 中国呢 为了刺激经济则是在降息 所以毫无意外的话 中国在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要保持它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那么既然已经选掉了一个独立性 那么剩下的只能是二选一 这个时候呢 如果是选择的是资本流动 那么汇率的目标没有办法实现 如果你选择的是汇率稳定 那么限制资本流动就没有办法实现 还有没有一个办法呢 难道它各实现一半 这样0.5%加0.5% 是不是就等于一了呢 那当然了这只是我幼稚的想法 但是从现在过去几个月 人民币的走势来看 似乎限制资本流动 成为了第二个政策的主要目标 但是我们知道 由于中国的国情是特殊 也许呢 国际金融的常规的逻辑 并不是完全适用 但是从市场的规律 和国际资本的逐利角度来看 人民币在保汇率 降息和限制资本流出 这三个方向上如果要同时实现的话 难度非常大 那如果说未来还有没有什么可能变化呢 应该说只有当美元开始降息了以后 那么现在人民币降息和美元降息政策保持一致 人民币现在受到的压力就会小很多 在此之前 美元的高利息将会是像一个吸尘器一样 把全世界利息比它低的那些货币都吸过来 那么对于我们散户投资者来说 我们需要做的事就是明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而能够帮助我们在复杂的环境中 做出一个相对的成功率更大的决定 虽然我们谁也不能保证一定不会犯错 但是我们需要尽一切努力来降低出错的可能 以及降低试错的成本 所以大家记住 稳定的汇率 独立的货币政策 和资本的自由流动 在这三者之间 大部分时候或者是绝大部分时候 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只能选择两项 三选二的选择题 你会做如何选择呢 好了感谢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记得三连关注 我是Mac下期节目再见